熊有關過奶頭好大 真的嗎 去球場就會罵說 你怎麼跟熊一樣胖 一次為了就刻意瘦 我就只喝水 然後優格跟蛋 我告訴你 我必須講 憲哥認識我那麼久 我30歲以前不知道胖為何物 整個時候體質就是不會胖 對 好像沒有看過宇文姐胖過 妳不會胖 從來沒胖過 是不是想看我再跳一次Black Pink 對啦 吃老就三塊壞了 但是30歲以後開始 我會覺得代謝變比較慢 新陳代謝 對 但是我會覺得就是 有時候我們有一些局部的肥胖 比如說我是容易胖手臂的人 但我不太容易胖屁股 然後也不太容易胖胸部 對 我們應該是基因缺陷 我就是一個 很像那種氣球的體質 就是我忽胖忽瘦都超快的 所以妳可以瞬間胖 真的 我根本可以瞬間胖 妳有胖到幾公斤 我最胖目前應該是50吧 50 小心會被毆打 50 妳會被毆打 因為我體質 妳身高很矮 對 她身高矮 我很少一隻 所以50其實還滿重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胖瘦最快 因為我每天在開直播 然後可能有一次就是 我前一天開 然後隔一天又開 然後粉絲都說 妳昨天就是臉明明就圓圓的 今天變錐子臉了 然後我只是那一天 可能完全沒有吃東西 對 然後隔天直接就瘦成 超瘦的樣子 這樣很厲害 體重來去是不行的 沒有 可是我也是 因為我的手段很激進 就是我可能完全不吃東西 這樣不行 很努力 留期的 對 斷食 女藝人都要經歷做辛苦有沒有 我以前也是 以前跟佩晨有沒有 佩晨姐身材也很好 維持得很好 瘦巴巴的 已經那麼瘦了 我跟妳一起坐前面 妳怎麼走路快沒力了 扶著扶著 怎麼了 後來想說我沒吃飯 我說那不吃飯了 她說已經兩天沒吃飯 天啊 原因就是今天錄完影 明天要拍廣告 衣服穿得進去 拍廣告真的有差 對 一定要這樣 好幾年 我們只有十年了 反正大概五 六年前的時候 我也是猛力減肥 因為跟經紀人打賭 我一定要減 一定要七公斤 我也是很激烈 就是一整天都不吃東西 然後只喝水 頂多吃一根香蕉 然後猛游泳 然後我就一個月都維持這樣 然後每天心情都很差 然後有一天 都一起吃宵夜的 對 終於受不了了 那個老闆拿出一條香腸 我看了那個香腸 哭了 我說這個香腸 看到香腸哭出來 好好吃 好好吃 對 果果厲害 果果 生完小孩 馬上全回來 還是很瘦 我剛剛嚇一跳 這是剛生完的嗎 我那時候也是 因為我其實一直以來 也沒有到覺得是 真的很容易胖的體質 但是因為以前 學生時期的時候 好像那時候很流行 就是生命的朋友都在減肥 然後你就莫名其妙 自己也會減肥 像我比較激進的時候 就是會去吃火鍋 然後不是有很多高湯嗎 什麼昆布湯 牛奶鍋什麼 我說你給我一鍋熱水 然後我想說 我想到我就整碗吃 我相信真的 煩燙 太難吃了 對 真的很難吃 直接吃素的這樣 對 好硬 就得過水 對 可是我應該也是本身是因為 我覺得我應該不是特別瘦的體質 只是因為我也沒有很愛吃東西 也不愛吃 好 能享受美食 那就OK了 活著就要訓食 就是我很容易把食物放 最後一個排名 就我想要先玩 想要先睡覺 想要幹嘛 放到最後 妳後來懷孕胖了多少 12公斤 那很少 可控算為了 對 然後我其實也滿驚訝 我大概三 四個月就瘦回比 怎麼可能 懷孕前還瘦 真假 對 你用什麼方法嗎 越深越瘦 好像就是你一直有事情在做 然後就是 忙 有一點不太健康 就是有一點 三餐不正常了 對 然後太忙了 三餐不正常是不OK對不對 對 他剛剛生過小孩 所以我才會對他特別敬佩 第一個 他這個懷孕當中 增胖12公斤 是最標準的 標準 一般標準的體型的話 大概增胖11到15公斤 他最標準 12 第二個我覺得他了不起的地方 三 四個月就把他瘦回來 對 這個表示他 坐月子做得對 做得正確 對 有認真 坐月子 坐月子 以前附有人家坐兩個月 雙月子 雙月 現在人大家都太忙了 一個月 休假也只有一個月 對 聽說坐月子最好是 是真的嗎 有人坐月 我想這個要破除很多的迷失 其實健康的坐月子 水分是新陳代謝 非常重要的東西 每一個人要瘦的話 一定要多喝水 第二個 一定要優質的蛋白質要吃 不能像過去都是麻油肌 麻油肌粒 加上麻油腰質 然後加上豬腳 這些都是高熱量的東西 要優質的蛋白質 優質的蛋白質 就讓你胖了 是 但他們確實有這麼一說 就是不喝水 他喝酒水 酒跟水是煮過的 整個是一個湯這樣子 所以一直喝 這太多了 聽說這個跟現代的觀念有違 因為酒水會經過乳汁 會給小孩子喝到 對啊 不能喝 所以對男孩子的神經發育是不好的 會不會是因為 因為古代的消毒比較不好 才要加那個 就是我們坐月子的時候 他們是說不要喝 要喝一個發奶茶 不要喝白開水 是的確有這樣說的 那是因為過去營養比較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好 可能現在也不需要了 你看他互相研究好不好 交流一下 熊妮 來 妳也減重 我真的是超容易胖 熊妮瘦超多 你胸部也太大了 可是我手臂很粗 跟熊有關過奶頭好大 真的嗎 我真的是照三餐吃 然後一個月還可以胖兩三公斤以上的 就從小就被罵說 小胖妹 小胖妹 然後去球場就會罵說 你怎麼跟熊一樣胖這樣 我就是從小就被罵 而且我真的是為了減肥 我就是刻意就是不吃澱粉 然後戒糖 然後有一次為了就刻意瘦 我就 我那時候 大家都經歷過這個 我那時候就真的 一工作我直接暈倒 然後就受急診 超嚴重的 那陣子應該瘦滿多的對不對 瘦很多 可是那超不健康 而且我會超不開心 超急 我每天心情都超暈倒的 對 妳看人家瘦 為什麼吃巧克力會讓妳開心 甜食嘛 甜食的 心情會 王婉兒 妳不能瘦 為什麼 聯繫啊 對不對 聯繫的問題 頭太大 除非妳能夠瘦臉 沒有 我跟妳說我真的是 我最瘦 瘦到那個我高中時期45公斤 也是這個頭 也是這個臉 真的是一點改變都沒有 反而比例怪怪的對不對 對 就是真的很像那個竹籤插 那個碰碗 真的很奇怪 我肯定是胖的吧 因為我全家大小都是胖的 都胖 對 就是全家人都是 家族遺傳 對 都是胖的 所以我從小大大都是一直胖的 然後一直被人家笑的那種 現在瘦了 我家人還會說我 這裡有大口袋 然後說你才大口袋 你之前是大口袋 他這樣叫妳 妳會趕快去插固材嗎 對啊 大口袋插固材 小小姐我來 我會冷靜我來 喂 沒有啦 反正就是一直這樣子 都胖胖的啦 但是在之前還聽人家說 那個什麼168很有效 你只要16個小時不要吃 然後半個小時可以一直吃這樣子 你不行啦 然後你就把我8小時猛吃 是 我跟你說 我就很努力 我就冷了冷了 我冷到第15個小時 我鬥回家 然後我就 我就直接吃了 那個時候還中秋節 家裡就是只剩下柚子 那邊加油 行 我來